子貢既學於仲尼, 子貢在仲尼讀書,退而視於衛,去衛國做官, 廢雀肉財於曹魯之間,在曹國魯國之間, 什麼叫做廢雀肉財呢,廢雀的意思就是 賤賣跪賣,炒賣, 肉財賺錢,七十子之徒, 孔子的弟子入面,賤最惠,最有錢的就是 端木齒,元憲不厭租康, 反過來有一個很窮的元憲就是吃了粗米的租康, 菊皮,溺於窮巷,要躲在窮巷那裡住, 子貢傑視連騎, 子貢就是用四匹馬拖車, 束白之陣,以聘響諸侯,拿一些很貴重的禮物去 諸侯拜訪,所致國軍無不分庭, 與之抗禮,去到和國軍幾乎是同等地位, 來相處,分庭抗禮, 大家作為朋友這樣交易,就是分庭抗禮, 扶使孔子明報陽於天下者, 為什麼孔子的名字在天下這麼出名呢, 子貢先後知也,因為子貢就周圍去, 去過很多地方宣揚孔子的名字, 此所謂得勢而益將者苦, 子貢是孔子的弟子,他也這麼厲害, 他有個勢,所以令孔子的名亡更加厲害, 百貴, 周仁也,周仁, 當毅民後時,李克募盡地利, 毅民後時,李克盡量希望生產多些財富, 估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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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估, 估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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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估, 他就要,人取,人家搶的時候,我乙就給人, 扶須财穀, 那年修成好, 就收買穀, 與之詩七,就給他一些詩七, 替他換,簡出取白, 那個絲綢,他就拿布, 煮白水,與之吃,就把穀給他, 太陰在墓,太陰在墓, 這個又是講天時星象的變化, 漾那年很響, 收成很好,明衰衰惡, 到明年收成不好, 至伍,一去到伍那一刻, 就會乾旱,因為伍是藏有火, 明衰尾,但明年就會好, 至伍,其實就是到尾, 至柚,至柚是什麼呢,有,就是藏, 又是修成很好, 明衰衰惡,明年就會很差, 他是照著這些指示來做事, 至子年會大罕, 明衰尾,明衰尾,明年就好,有水, 至於柚,也是柚, 積著率數倍, 是儲的東西是多幾倍, 獎錢,如果你想那些錢增加, 取下谷,就專門收那些, 下谷是什麼呢,那些不好的谷, 到天氣收成不好的時候, 賣出去,掌石斗,如果那一年, 收成很好,以石斗計算的話, 一石或者一斗計算,取上種, 就拿一些最靚的,就要選一些最靚的來買, 能博飲食,他自己不肯捨得花錢吃飯, 忍事辱,也不會有什麼貪辱, 有什麼慾望,截衣服,穿衣服很慳, 穿衣服很慳, 與勇士者同伯同虎樂, 和他使用的那些工人一起捱, 趨時若猛獸治了之法, 他如果一看到時間, 對的時候,就好像猛獸, 或者一隻鷹一樣, 撲過去,一有機會,就很狠, 顧藥,所以他說,不自生產, 我去搞生意,由伊韻里尚之謀, 就好像伊韻里尚打仗, 雙央行法事也, 孫吳用兵,好像伊韻里尚的謀, 孫吳用兵,孫子吳起, 雙央做法律,全心全意, 是變化這麼厲害, 事故其志,不足以權變, 如果一個人的聰明才智,不懂得隨機變化, 勇不足以決斷,勇敢不可以立刻決斷, 人不能以取語,如果人的仁德, 如果是不可以令他拿到一些東西, 強不能有所守,他的強力, 他的性格之強不能守住有的東西, 雖欲學吳述,忠不告之意, 誰想學,我都不會教他, 如果要齊了這些本事,我才會教他, 蓋天下燃自生祖, 所以天下後來做生意的人,就以百貴為始祖, 百貴其有所事言,百貴做事首先會嘗試, 能事有所長, 這個就是去試探過,做過,學到, 所以他就很厲害,非久而以也, 不是隨便做的, 這個叫做百貴, 伊頓用鹽鹽起, 他是用鹽來炒鹽起家, 而韓丹國仲,韓丹這個人叫國仲, 就要鐵野成業, 練鐵來發達, 與王者劣富, 他們和王者一語向有錢, 烏士,又有一個烏士, 這個就是拿畜牧, 他是做畜牧的, 及種,到了很多時候, 養了很多畜牧的時候, 施賣就拿他來賣, 隨便增密, 就買一些很奇的, 很漂亮的籌段回來, 鑑遣樹熊王, 把籌段獻給熊王, 熊王十倍其償, 熊王給他很多錢, 怎樣呢,又給他一些畜牧, 於是其實很簡單,他做的生意, 就是拿一些貴的絲綢, 去給熊王,換一些畜牧, 所以他做畜牧就很大生意, 畜牧用谷糧馬牛, 他的琴畜, 即是馬牛羊的東西, 多到不是一隻數, 是有幾個山谷, 谷裡面擺滿了,有幾多群, 可以這樣說,是族群計算的, 多到是數不到的, 秦始皇帝, 令裸比封軍, 結果封了裸比做封軍, 以時與烈臣奏請, 他可以和朝請和烈臣一起上朝, 而巴淑四川寡婦青, 有一個寡婦的名叫青, 其先得丹月,他首先就拿到一個丹月, 丹月是什麼呢,是丹的月, 一個礦,月是一個礦,丹是出豬沙的地方, 而煽其利素勢,幾代都是靠這個發達, 家裔不止,家裏產業多到數不清, 青寡婦也,青是一個寡婦, 能守其業,守住他的家業, 用財智慧,用錢來自己保護自己, 不見侵犯,所以沒有人搶他的錢, 秦皇帝以為精婦而客製, 秦皇帝覺得他是一個精婦守住家業, 而請他來見他,作客, 圍足女懷青台,故意建一個女懷青台, 來紀念他, 扶羅匹人木掌, 羅是一個疑敵人的木掌, 稱窮鄉寡婦, 稱是一個窮鄉寡婦的人, 禮礦萬城,而他們可以得到 秦始皇的禮儀,明揚天下, 出了名,起飛以富且, 是不是因為他是有錢呢, 漢慶,海內唯一, 到了漢朝興成,海內統一, 開關糧,打破了關和橋樑, 持山澤之禁,放鬆了山澤的禁, 准大家進山澤去拿東西, 是以富商大古, 周流天下,那些有錢生意周圍走, 交易之物莫不通, 什麼都可以交易,得其所欲, 每人可以得到自己喜歡的東西, 而曬豪傑諸侯強族, 與京師將豪傑諸侯強族全部搬去京師, 好,這節到這裡結束, 歡迎,今天的兵器, 眼鏡母族階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